不法慢导致没时间架拍怎么办 咱们一个一个问题解决 123上枸杞链接 我们把它买光 不是 我这没有枸杞 好 你们来看一下 我来做一些接球的时候 不是快慢的问题 也不是我是不是从小练的问题 就算他这个球再快 你们会看到我的框架 永远比我的步法先动 其实我在教你们做步法的时候 你们老是忽略一个地方 其实你们步法为什么慢 你们架拍为什么慢 因为他们没有合体 什么意思 你只单纯的用脚和腰等 你不觉得少点什么怠动吗 你无论是转也好 你们看我的转体 我的转身 除了这个之后之外 我的轴 盯着我的轴看 从准备动作 我是做的夸张了一点 正常的 它有一个什么效果没有 它有一个带动我身体的效果 也就是说 我的脚还没有发生移动呢 甚至 我的手就已经开始在向后摆着 带我的身体了 那我怎么会架拍来不及 你要养成这种 球拍带动人去启动 你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你就能做到这个球 无论怎么来 你都能做到框架先走 你可以在这边 你给我发 比如说两侧平快 可以 可以 对吧 哎 这太不早 对吧 你看 对吧 我又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哎 我球拍带动人 那这样的话 我框架又快 我启动又快 千万千万要明白 你们好多人对这个看高手打球 我没说我是高手 我只举个例子 咱们看别人 我很看 猜得不得了 好吧 哎 我们就看一些高手 哇 哎呀 这个人从小练了 你看人家框架做的 哎呀 那么快 你看那启动 真快 所以他是高手 我觉得大家看待问题的方式错了吧 是他因为能做到 他的框架和启动能够达成一个同步 他能相互起到一个良性的作用 所以他才是高手 而又不是因为他是高手 他才能做出来 是他送出来了才成为高手 能懂吗 你就比如说好像 你们可以比如说看我打球 比如说你们看我打球 来 来 然后 来 发 哎呦 这个人厉害 这个人发力太集中了 这绝对是高手 你听到大臂都没怎么动 他手臂都没怎么动 我想问一下 是因为 我是高手 所以我能打成这样 还是因为我之所以 我不用大臂 我就 不论大臂 我就这样打 所以我才成为高手 一个方法来证明 打不正 没球感 打正一刻 哎 没打上 气死我 啊 出镜 很轻松 都没发力 我克服不了球感 但是我能教会他自己动力 我看着不也是个高手 那是因为我能做这样的动作 所以是高手 不是因为什么 我是高手之后才能这么做 千万不要 我左手能能有什么东西 我连打都打不正 都没球感到 我坐ез败好 我的话